瓦戏团小丑意外吸入毒气 双眼竟变成了自动放慢的八倍镜 不仅能够看清文字的飞行轨迹 随手扔出的竹签就能穿透五公里外的玻璃 精准积住目标 电影一开始 1945年8月的马来西亚 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官被俘虏带往了一处山洞 原来他们在研究生化气体 而试验者正是这群俘虏 只见一男人吸入毒气后 黑金瞬间遍布全身 继而力大无穷 神志不清 开始对身边的人发起攻击 见词很是高兴 没过多久 男人就头痛欲裂死了过去 就在这时 山洞也遭到英军的袭击 生化试验事情各间变化为废墟 从此长埋地下 时间来到现代 男主阿诚是小李飞刀的第27代传人 奈何气不如人 靠着老爸的面子 才被杂技团的达叔生流 在这里以扮小丑为生 只是阿诚定不死心 总是自作主张上台表演飞刀 却被同事张大叔狠狠拿脸 转而成了他的活靶子 常委就说你不会武功 是不是在凡尔赛 得知阿诚又被羞辱 达叔害怕他会被张大叔弄死 于是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回香港发展 就在这时 阿诚听到张大叔那边有动静 得知是张大叔的小弟 发现前边的山上有人挖黄金 便又不怕死地跟上了他们 随后他们来到禁区 张大叔几人施展拳脚 很快就打晕了挖黄金的人 并拿到了藏宝图 就在这时 阿诚不争气地脚底一滑 随即就从林子里滚了下去 小弟件事情败露 抬手就要灭口 却被张大叔拦了下来 挖宝图中惊险万分 不如让阿诚领路 如有不测 还能有个替死鬼 在阿诚的带领下 一众人来到了地下的生化实验室 这里已经废气已久 张大叔在洞里发现了一个铁罐 为了防止危险 他让阿诚打开 没想到 里面竟全是金光四溢的金块 众人欣喜若狂 这时张大叔冲弟弟使了个眼色 弟弟立马会议 借着旺峰的名义 想要把阿诚带出去灭口 金块 他们是一定要独吞的 斗内的张大叔贪婪无比 不懂得见好就收的他 随即打开了另一个铁罐 不料生化气体瞬间迸发 充斥了整个山洞 刺鼻的气体让众人四散而逃 阿诚也因此逃过一劫 但受到冲击的弟弟 却意外滚落山死了 随后逃出的几人 开始口吐白沫 黑金瞬间暴起 就连阿诚也没能幸连 意识模糊下 他倒在了走私的货船上 他开始浑身抽搐 发生变异 船长发现后 害怕走私暴露 便把他丢进海里 随后阿诚被冲上了岸 可醒来后他就发现 自己已经肿成了胖子 并且非常的饿 接着他就来到一个院子 开始偷吃这里的鱼竿 却又被主人发现 把他赶了出来 无奈的阿诚 只能到路边拦车 恰巧碰上 CSS公司新闻主持人 安琪的车轮爆胎 就这样 阿诚搭上了他的车 顺利回到了家里 只是回到家的阿诚 并没来得及思考 衣服都没换 就倒头睡着了 这时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阿诚的身体竟开始渗水 而此时便以张大初几人 获得了巨大力量 竟能当街拦下一辆运超车 地大无雄刀枪不入的他们 随即就抢走了车上的钞票 警察闻讯将他们包围 却遭到路灯攻击 接着狂傲的几人 又打劫了珠宝店 高额抢劫案频发 新闻报道连连不断 可警方却无半点有效线索 最后只能请来了非自然侦察官 金哥和阿初 两人看到墙上的手印 就断定这人肯定是个狠角色 不过金哥实力非凡 声称二十天就能抓获罪犯 破案之后 他就和情人间搭档的阿初结婚 而阿诚这边刚醒来 就发现自己恢复了原样 不过奇怪的是 他竟可以清楚地观察文字的构造 以及他的飞行轨迹 抓住他更是轻而易举 这让阿诚很是怀疑 就连势力也犹如八倍镜 居然能看到五公里外劫匪绑架人质的画面 眼看人质就要窒息 阿诚下意识拿起旁边的竹竿 瞄准后丢出 只见竹竿穿透玻璃 精准穿中绑匪的手腕 成功协助救下了人质 这一举动瞬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安琪见状赶忙把他拉走了 阿诚的霸气邪警引起大众关注 新闻也争相报道 变异严重的张大叔 看到同样中毒的阿诚没有任何变化 拉起治疗医生逼问原因 医生惊恐万分 只能将阿诚体内有抗体的猜测告诉了他 这让张大叔看到了希望 很快就找到了阿诚的家里 此时的安琪工作失忆 正打算拿阿诚的独家专访成功扳回一局 没想到还没采访完 就看到了面无全非的变异人 阿诚看到他们更是手足无措 几句话说完 女变异人一个虎扑冲向阿诚 阿诚抬头还没反应 身体就飞速闪躲 阿诚很懵 接下来他又以同样的光速躲避 面对左右夹击 阿诚更是下意识使出无影手 让我不禁大呼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这时张大叔的手突然破地而出 一把将阿诚摔到地上 幸亏危急时刻 金哥和阿诚及时赶到 才救下阿诚 不过张大叔等人的实力太强 麻醉技对他们毫无作用不说 张大叔一技飞刀 金哥的墨镜就一分为二 随后金哥拿起红鹰枪 施展枪法对付张大叔 不料一枪下去 枪体却瞬间粉碎 金哥也被甩飞出去 阿诚这边被重伤之后 突然全身发红 浑身抽搐 随即就睁开束缚 拿起地上的飞镖甩了出去 张大叔见状也甩出飞刀 镖刀相撞 铁柱全被打断 房屋倒塌间 张大叔等人也趁乱逃走了 昏倒的阿诚被金哥带了回去 专家检查发现 阿诚体内的抗体 已经和毒素中和 虽然力量有所增强 可身体结构却没发生转变 如今变异人的传言 愈演愈烈 面对媒体调查 警方压力猛增 而安琪竟拍下了打斗视频 并以此和金哥谈判 将阿诚打造成了灭罪偶像 从这以后 阿诚偏约不断 金哥和阿初也成为了他的保镖 这天 金哥发现了张大叔的手下 但他并没有节外生枝 这段时间按兵不动 就是为了引他们出来 也正是因为情况有变 金哥和阿初的婚戚再次拖延 阿初提议 让金哥和阿诚入伙 一起合作抓获变异人 可金哥坚信 自己就能解决他们 此时张大叔几人 又开始发生变异 这次他们的手上 也长出了长指甲 眼看自己变得异常怪异 张大叔抓紧了计划 这天 阿诚正在录制节目 张大叔的手下 将安琪等人锁在了化妆间 随后张大叔出现在阿诚面前 他一定要得到阿诚的血 拯救自己 再次进化的张大叔 战斗职猛掌 阿诚有些无法应对 很快两人飞上吊灯 张大叔甩手一剂飞刀 将吊灯斩断 阿诚随之摔到了地上 机会来了 一口咬在了他的肩膀上 鲜血涌出 可张大叔却丝毫无变化 崩溃的他狠狠地踩住阿诚 地板也随之震飞 金哥及时赶来 却被门外的女便衣人拦住 他甩出九节边 想要恶住金哥 金哥极力躲避 此时他已经想到 有效控制便衣人的方法 那就是利用穴位 抑制他们的行动 随后金哥就用银针点穴 封锁了他的筋脉 果然很快他就落了下风 但变异人并不想被抓住 于是摩擦生活自我了结了 金哥赶到棚内 一脚踢中张大叔的脑门后 便开始和他决斗 只见他迅速扼住张大叔 将银针插入他的后背 随后就是胸口 可被封住穴位的他 竟然还在继续进化 紧接着一声怒吼 就把金哥震飞了 与此同时 阿诚也在奋力对付另一个变异人 奈何他并不是变异人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倒 金哥见阿诚受到重创 紧急带着他逃离战场 可阿诚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最后不幸死在了车里 女友走后 金哥终于想通了 他决定训练阿诚 协助他一举打败变异人 在金哥的训练下 阿诚成功掌握了飞刀的技巧 而未能恢复原样的张大叔 更加肆无忌惮地报复社会 只是作为异类 他内心感到无比空虚 于是将电话打给了偶像安琪 声称要和他在一起 安琪也决定协助警方 一同部署抓获变异人 奈何就连特警 也并不是张大叔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张大叔解决 而金哥也在制服变异人时 身受重伤 金哥为了彻底解决他 选择了同归于尽 此时部署被破坏 安琪也想奋力一搏 趁张大叔不注意 拿着枪把他推向了楼 幸亏阿诚及时赶到 才救下安琪 随后张大叔又和阿诚展开战斗 伸手稍训的阿诚被一脚踹飞 安琪再次落入张大叔手中 阿诚紧追其后 在马路中间横跳 和张大叔空中飞刀对决 眼看张大叔就要伤害阿诚 安琪出手阻拦 没想到却不慎被甩出 飞刀也重伤阿诚 张大叔把阿诚一脚踹飞 两人又在马路中间较量 阿诚抽出最后一把飞刀 正要甩出 却发现身后有人困在车里 左右为难间 阿诚毅然选择救下受困的人 不知何时 安琪也冲了过来 把阿诚挡了致命一刀 安琪的倒下激起了阿诚的怒火 捡起了地上的碎片 直冲张大叔 被他的飞刀击碎后 破裂的碎片刺破张大叔的脸 阿诚再次使出全力 逼出体内的飞刀 甩向张大叔 死亡飞刀在他体内旋转不止 终于让张大叔暴力而亡 而安琪也轻微受伤并无大碍 《全程戒备》 上映于2010年 是全球首部华语编译人题材的动作片 且为了制作这部电影 后期特效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影片还巧妙地融合了中国功夫 以及特有的打血手法 更具有疑巧取胜的心意 那么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家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梦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